各位朋友大家好 最近不停都是說喝飲食食 而夏天當然吃瓜菜最好 而絲瓜是一個首選 我最近才說了絲瓜防癌抗癌的效果 除了癌症方面 它對其他的症狀也有所幫助 現在跟大家分析一下 資料取自台灣癌症基金會 第一是因為絲瓜的熱量低 100公克的絲瓜 含熱量才是17卡路里 所以很適宜糖尿病人吃這個絲瓜 就算他想吃多些 也不會特別提高他的血糖 變得可以有飽足感 第二點就是女性朋友 月經前他會覺得乳防脹 你吃絲瓜可以舒緩你這個不舒服的感覺 第三,減肥的朋友 很喜歡吃瓜瓜菜菜來代替他的澱粉質 如果你夏天的時候 你怕涼,最好用薑飽一炒 才加些瓜去煮 但在冬天 你先要煮些瓜 才加些薑絲 這樣是可以保暖去寒性的 另外一點就是 原來它裡面含有一種叫做袋 它這東西是能夠強化你的心臟肌肉 可以止咳化塔 對肺炎、傷球菌這些有抑制作用 還有維他命B2裡面的核黃素 是可以幫助幼兒大腦發育 還有老中年人保持大腦的健康 又可以減少皮下的斑點 令你的皮膚又去皺、變得白又細嫩 還保持彈性 所以它是有一個美容作用 因為它的絲瓜水 它們稱它為美容水 第五是關於葉酸 每100克有10個微克葉酸 是能夠保護你的心臟血管的功能 而第六是你的神經機能能夠正常 可以防止你的疲勞、神經炎 和急性出血 第七是絲瓜落 很多人用它來洗澡 甚至用它來洗碗 如果用它來洗澡 它會令毛孔很暢通 幫助排除皮膚的廢物 令你的皮膚不容易老化 同時絲瓜落它含甲量不高 同時又低鈉 如果你是不適宜吸收這麼多鈉 你就可以食用 如果你長期服用類固醇、尿劑、射藥 或者你是太肥 可以吃絲瓜來補充甲 因為可以減少鈣和尾 在你的尿流失 而在血管裡 血甲可以令你的收縮壓和舒張壓 都可以明顯地降低 第九方面就是腎功能 腎功能需要限制甲 但如果你想吃絲瓜也可以 先把它出水 就可以去除甲離子 然後食用 你也可以得到絲瓜的好處 至於第十點 就是它所含的 木醉糖、木膠、黏液汁 這些瓜胺酸的組合 在絲瓜裡面 這些物質 我們吃了之後 可以增進食慾 令到血流暢通 令到痰液稀釋 可以利料 還可以淋巴液暢通 所以這個真的是一個很好的食材 一般人都可以食用 特別是月經不調 身體很疲倦 又有痰 又經常咳 或者是生產之後 你的乳汁不通 這些婦女適宜吃多些絲瓜 但是如果你是體虛內寒 平時手腳都冰冰冷冷 又容易吐舌的人 就不適宜吃那麼多 便秘者就可以食用 因為它除了高的纖維之外 它的瓜汁的黏液 是容易幫你排泄的 可以增加腸的餘動 所以你是否適合食用 便要看看自己個別體質而定 不過這個如果是普通人來說 真的是一個很好的保健食品 夏天吃多些 多謝你們的收聽